一夫剛已經講到這一段 東豪 對柯P來講的話 這可真的是從政來的大麻煩嗎 會是這樣嗎 當然是非常大的麻煩 可是他跟你講他知道 真的沒有問題 對 他就跟你講他絕對沒有問題 做壞事人被抓到以前都說自己是 自己是無罪的 我們叫無罪推定 那柯文哲到底會後面會怎麼樣 當然要看調查 報告 可是 他跟蔣萬安之間不會痊癒 台資光一件 T16 17 18一件 金華城一件 金華城連郝龍斌都不敢放東西 那個柯文哲放 他跟T16 17 18 金華城都是在他 市長要卸任前一年的時間 那時候過的時候 沒有想過這個事情有多麻煩 840的容積率 一坪可以蓋8.4坪 這個在整個巴德路上面 只有兩棟 一棟是以前的中營 就叫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 旁邊那一棟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執政時代 專門畫給中營的 第二棟 第二個建案 就是柯文哲給的 840 這個是違二耶 你政治上也要怎麼去解釋吧 再過來T16 17 18 都不要講什麼那些那麼複雜的 新光 新售後來拿T17 18 對 五十年的地上權嘛 意思什麼意思 就是跟市政府租這個地嘛 使用五十年嘛 我們算個整數啦 四十四億啊 你用四十四億去除以五十年 你知道他一年的租金不到一億耶 那兩塊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現場看一下多大 用不到一億 可以用五十年 你如果再除 除到算每坪 算每一個月的租金的時候 你算一坪租金剩下多少錢嗎 六百三十塊不到 旁邊是金人寶 對 跟我講嘛 一坪一個月六百三十塊有找 當然啦 還有建築成本還沒算 就光租地啊 跟台北市政府租這個土地啦 柯文哲跟我們講一下嘛 解釋一下嘛 六百三十塊 是貴還是便宜 然後欸 吳馨寧呢 吳馨寧什麼時候當部分區立委的 要不要再算一下 2019貝利亞進去的 2020選的 算一下吳馨寧的時間嘛 然後剛好又是副總統候選人嘛 這都是2021年發生的事情啊 柯文哲要跟我講什麼 解釋吧 盡量解釋吧 解釋越多 我們知道越多啊 我怕你不解釋啊 那這個事情 光是蔣萬恩跟柯文哲 這兩者之間 這個要打三場 這三場的主角 就是蔣萬恩對柯文哲 這沒辦法妥協你知道嗎 除非蔣萬恩 說沒有問題 那就是給柯文哲一個大人請 那就看蔣萬恩做得到做不到 可是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怎麼可能 我就要講 古有所謂的二桃殺三屍嘛 可是現在真的不用 林道 這次出手之精準 我這樣講好了 白衣裡面最重要的三個政治人物 柯P 黃國昌 黃珊珊 這件事情 蔣萬恩自理行間講的人 蔣萬恩自理行間講 大家不要緊張 不要什麼 再指誰 當然他講的說 不要一案子 什麼那是黃珊珊 黃珊珊講台美案 黃珊珊在未來 在臺北市長這站 大家都講說他們兩個人 在臺北市長這站 2026會碰嘛 好 他已經把黃珊珊 擺在這個案子裡頭 是一個當事人的意思 柯文哲現在這個裡頭 然後川柏 隨便自理行間 雨傘關金之間 就把黃國昌給弄下去 白銀三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這幾個案子裡面 全部都被點名 你們精準啊 其實是舊事論事 是嗎 舊事論事就得好 因為基本上你看黃國昌 他現在這整個台北北市科的爭議 他不干他的事 他覺得那是黃珊珊跟柯文哲 你們的坑 不要管我 因為我現在跟侯市長的行程 我現在要準備新北市 我不想要介入你們的爭議 黃國昌切割的神醫次元切割刀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看川柏直接講說 有事 有事 那川柏為什麼講話大家信 因為他大巨蛋很穩 你過去八年搞了 這個大巨蛋搞不起來 可是李四川他搞起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種理工科工程界的背景 他講話是很穩健的 特別是北市科 這是牽涉到土地的買賣 五哥我必須講 今天黃珊珊 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可能他可能對自己未來還有期待 然後他可能以科學自居 黃珊珊 這兩個計畫區差了七年到八年的價格 你竟然說一屆資格也是價差 你中間七年都不用算這個時空背景的 這個地價已經漲了嗎 這是你一個要選台北市市長的人 該講出來的話嗎 更誇張的是什麼 因為領標T1718 大家在質疑嘛 怎麼可能到最後星光 臺灣的企業這麼多 這個這麼好賺一坪三十萬的價格 大家聽起來說 有他的效益存在 應該是開放給所有的受險業 跟公司來單嘛 領標的十到二十家 竟然來了就是最後一家 我覺得這個疑點重重 我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啊 全臺灣民眾最聰明就是黃國昌 臺北市過去八年跟我無關 我現在就是跟藍營這個互動 然後新北市我跑我的 有一天呢 黃珊選不了跟我沒關 我就是可以選 因為我想要創造第二次的藍白盒 這就是黃國昌所想的嘛 所以為什麼選舉完之後 我們一直提醒柯主席跟黃珊珊 你們要小心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納了一個黃國昌 他的聲量現在比你們高 他的這個網路的募款能力 目前看起來也比黃珊珊高 那請問我們要這些人幹嘛 可不可以提問一下 到時候柯P跟黃珊珊都不行的時候 就剩下黃國昌 唯我獨尊 黃國昌又可以配合做二次藍白盒 對國民黨不是很好嗎 但是這個部分 就跟前面的層次不一樣 如果國民黨又在新北市 那朱提名權 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這可能我們自己有三個這麼好的人選 幹嘛去讓一個黃國昌 媒體上面有人講說 那侯正義裡面有些人會覺得 跟黃國昌合作未嘗不可啊 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我覺得機會很低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過去我們藍營的資質 會覺得說我們自己有選將 而且剛才這個上公講的 內部的一些數據來講 我們的選將不見得不會贏 黃國昌可不可以變國民黨 對看起來會贏 但不是變國民黨 那我們原先的選將就會贏 我們整個那一個剛加入的人 然後呢黃國昌的白粉 在他加入國民黨 或跟國民黨結盟之後 就會投進來嗎 倉粉很死 倉粉很死中 黃國昌到哪裡 倉粉就到哪裡 你看你看現在黃國昌 跟你們國民黨合作的這麼愉快 他的倉粉還在喔 那就可以 他可以把倉粉帶進國民黨 好啦那以後就他過來有沒有選 他現在未來參謀都要支持 我們新北市提名的市場候選人